这五个坏习惯,正在悄悄影响你的寿命,第一个最容易被忽略,是大多数人的通病。 大家好,这里是菩提树下,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,订阅一下,带您来解读佛学,感悟人生。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,都希望自己能够长命百岁,尤其是生活方式,对我们健康的影响可能远远超出想象。 日常生活中有五个不良习惯会悄悄偷走你的寿命,避开它们,你可以更健康。 熬夜,睡眠不规律,有人说,年轻人的快乐很简单,只要给他们一部连着WiFi的手机就够了。 白天是为了生存,夜晚才是属于自己的生活,于是刷到凌晨两三点的抖音或微博,一追就停不下来的肥皂剧, 一晚就停不下来的亡者和吃鸡,报复性熬夜内心成瘾,可是,你是真的不怕猝死吗? 熬夜给身体带来的损伤,不仅仅是黑眼圈,眼带,衰老等问题, 长期熬夜扰乱生物中,还会增加患病风险,长期混乱的作息,会打破机体的平衡, 让身体抵抗力下降,从让疾病因子有机会趁虚而入,熬夜易有发糖尿病,导致高血压,严重的还会导致猝死。 经常熬夜的人癌症的发病率也要比一般人高出三倍多,近几年,年轻人中癌症的爆发率频繁增高,导致这个最直接的原因,其实就是睡眠。 熬夜似乎成为了许多人的标配,十一点上床睡觉似乎都是早的,有的人经常超过十二点睡觉,凌晨两三点,三四点睡觉的,大有人在。 为了身体健康,一定要及时戒掉熬夜的不良习惯,成人每天保证七至八小时的睡眠,中午最好午睡半个小时,这样有利于身体健康,延长寿命。 不吃早餐,很多上班族很容易掠取早餐。 有的是为了省下早餐的时间多睡一会儿,有的是为了少吃一点减肥,但他们却忽视了早餐的重要性。 不吃早餐的人则通常饮食无规律,容易感到疲倦,头晕无力,天长日久就会造成营养不良,贫血,抵抗力降低,并会产生疑。 但结实,很多不经意的习惯说不定正在悄悄谋害你的健康。 当我们经过了一晚上休息调整以后,身体当中的营养物质和糖分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,如果时候我们就要通过一顿营养的早餐为我们补充营养,使得身体能够进入到正常的状态。 如果经常不吃早餐的话,那很有可能会导致肠胃导致损害,使得胃液分泌过多,容易出现反酸、烧心的情况,并且还有可能会导致免疫力的下降。 久坐不动,世卫组织指出,预计2020年70%的疾病都将由久坐而引起,可以称得上是所有行为上的坏习惯之首。 由于工作、学习的原因,久坐不动似乎已经成为了许多人的习惯。 殊不知,它已经被列为十大危害身体健康的行为之一,根据相关的研究表明,每天坐着的时间超过11个小时的人。 要比每天坐着的低于4个小时的人,未来三年死亡的风险增加40%,不仅如此,长期的久坐不动,血运变差,肌肉也会变得松弛,身体的免疫力,抵抗力也都会有所下降,由此患病的概率自然会增加,严重的甚至会损害健康,缩短寿命。 因此,每坐一个小时左右就要起来运动一下,一方面可以活动筋骨,降低久坐带来的损害,另一方面可以放松心情,竖解压力,提高接下来工作和学习的效率。 在工作之余,要多运动,从而增强心肺功能,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。 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,调节和改善身体各个部位的功能,从而有利于身体健康,有助于延长寿命。 吸烟喝酒,吸烟的危害性早已经被科学研究所证实,拒不完全统计,香烟中有几百种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,其中致癌的物质更是多达十几种。 而最新的研究表明,酒的安全饮用量为零,依然盛传的每天喝一二两酒,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,有利于身体健康,已经被证实是谣言,也就是说,只要饮酒,就会给身体健康带来危害。 生活中有吸烟喝酒习惯的。 一定要采取科学的方法,及时地将烟酒戒掉,因为烟酒真的对人体没有任何的好处,长期吸烟喝酒,不仅会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,甚至导致癌症的发生,而且会给家人的健康造成危害,给他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。 暴饮暴食,美国科学家曾经做过这么一个研究,他们将200只猴子分为两组,每组100只,一组猴子可以顿顿管饱,不控制食量,另一组却严格控制饮食,只让吃七八分饱,十年后,顿顿管饱的100只猴子死了50只,多是因为体态肥胖而得了各种疾病死亡的,另一组控制饮食的100只猴子却只有12只死亡。 不运动,肥胖的主要因素有两个,其一是长期暴饮暴食,另一个就是缺乏运动了,一边大肆摄入热量,另一边又缺乏运动使热量无法被消耗掉,肥胖自然就在所难免了,众所周知,肥胖与三高等代谢综合征息息相关,另外,长期不运动还会导致血液循环减速,新陈代谢速度降慢,免疫力下降等问题,从而影响身体的健康, 进而缩减一个人的寿命,尤其对于现代人来说,由于物质生活丰富,而工作有很少从事体力劳动,运动就更加不可或缺了。 不规律饮食,对于被工作虐惨了的年轻人来说,食物可能是续命丹药,新鲜奶茶全要尝遍,可乐少兵是最后的底线,每当夜深人静,就化身为一个被酸辣粉炸鸡腿,汉堡奶茶包围的外卖小王子, 一边是忙一天滴水未进,一边毫无节制地抱饮抱食,这样的饮食习惯,生生得把胃给熬坏了。 在中国平均每二至三分钟,就有一人死于胃癌,八成胃癌患者发病初期都有胃部疼痛的症状, 13亿中国人中有一,两亿肠胃病患者,且患者低龄化趋势明显。 比较30年前的数据,19至35岁的年轻人胃癌发病率高了一倍,35岁以下年轻人患胃癌的比例占病患总数的6%至11%, 而且长期不规律的饮食,伤害的不仅是你的肠胃,也会增加肝脏负担,使肝细胞受到极大的损伤。 健康的饮食习惯对于人的健康和寿命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,经常吃油炸、烧烤、腌制食物、甜品等高脂肪、高胆固醇、高油、高糖、高盐的食物会大大增加患肥胖、三高、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,此外。 有的人一日三餐不按时,按量,要么不吃早餐,要么不吃晚餐,要么早饭中午吃,午饭晚上吃,晚饭半夜吃。 不少人还有饥饿减肥,暴饮暴食,爱吃生冷食物的不良习惯,所有的这些不良习惯,不仅损害人的健康,而且影响人的寿命,因此,一日三餐一定要按时,按量的食用,而且要保证营养的全面,均衡,充足。 饭后松裤带,饭后松裤带可使腹腔内压下降,消化器官的活动与韧带的负荷量增加,从而促使肠子蠕动加剧,亦发生肠扭转,使人腹胀、腹痛、呕唾。 还容易患胃下垂等病。 饭后急睡,饭后急睡会使大脑的血液流向胃部,由于血压降低,大脑的供养量也随之减少,造成饭后极度疲倦,一引起心口灼热及消化不良,还会发胖。 如果血液源已有供应不足的情况,饭后倒下便睡,这种静止不动的状态,极易招致中风。 饭食,饭食容易引起记忆力下降,思维迟钝,注意力不集中,应激能力减弱,经常饭食,尤其是过饱的晚餐,因热量摄入太多,会使体内脂肪过剩,血脂增高,导致脑动脉周样硬化,还会引起一种较纤维牙细胞生长因子的物质,在大脑中数以万倍增长。 这是一种促使动脉硬化的蛋白质,脑动脉硬化的结果,会导致大脑缺氧和缺乏营养,影响脑细胞的新陈代谢,经常饱食,还会诱发胆结石,胆囊炎,糖尿病等疾病,使人未老先衰,寿命缩短。 空腹吃糖,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,空腹吃糖的嗜好,时间越长,对各种蛋白质吸收的损伤程度越重,由于蛋白质是生命活动的基础,因而长期的空腹吃糖,更会影响人体各种正常机能,使人体变得衰弱以致缩短寿命。 敲二郎腿,敲二郎腿会使腿部血流不差。 影响健康,如果是静脉瘤,关节炎,神经痛,静脉血栓患者,敲腿会使病情更加严重,尤其是腿长的人或孕妇,很容易得静脉血栓。 睡懒觉,睡懒觉使大脑皮层抑制时间过长,天长日久,可引起一定程度人为的大脑功能障碍,导致理解力和记忆力减退, 还会使免疫功能下降,扰乱机体的生物节律,使人懒散,产生惰性,同时对肌肉,关节和泌尿系统也不利。 另外,血液循环不畅,全身的营养输送不及时,还会影响星辰代谢。 在日常生活中,如果有这些不良习惯,一定要及时地改正,从而避免这些不良习惯给健康和寿命带来的损害, 避免久坐,不要熬夜,经常运动,控制体重,少吃不健康的食物,多吃蔬菜水果,高蛋白,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。 此外,还要学会及时地疏解压力,调节情绪,让自己经常保持开心,乐观,积极向上的心态。